屏東東港最近一個多月以來呢 有很多外籍漁工都被騎摩托車的青少年給圍翁 有的被打破頭啊 有的手臂骨折 還有腎臟都被敲破住院的 嚇得每個人都不敢單獨出門 黑白條紋上衣的男子騎著腳踏車 手摸著頭東張西望 還搞不清楚到底是誰從背後偷襲他 屏東縣東港地區最近一個月 發生多起外籍漁工被騎機車的青少年 殴打的事件 有漁工被打破頭 有的手臂骨折 有的腎臟破裂住院 嚇得漁工們不敢單獨出門 警方透過監視器查出 凶手是一群私人神壇的青少年鎮頭 去年12月20號開始 利用簡訊或網路揪團 專門約在晚上騎機車到碼頭附近 找落單的外籍漁工下手 這位外籍是不能出港 他們不能出港 海關的營養操作方面的減量 一段時間如果減量 要處理組織就非常困難 船長損失很大 向警察報案 警方以車追人 抓到打人的張姓男子等三名青少年 他們承認去年年底到除夕過年 拿鐵管打傷了七個人 但卻變稱說是因為被外勞打傷 才會糾中報復 不過年才剛過 這群青少年就因為打人 全家人都進了警局 不只要移送少年法庭 事後的賠償更是少不了 中天新聞張春華李怡婷屏東 採訪報導